鴻海旗下的亚太电信今天开台 也打出了月付560块钱 上网吃到爆 比市场上现在最低价的台湾之星 599块还便宜了39块钱 不过超过10GB的时候 大概就会降速了 所以专家认为 重度上网者使用恐怕不划算 千红万换鸻海国董终于出手 国内4G压轴新亚太 正式开台 人在大陆出差 郭董不忘耳廷面密 外界最关心的资备 四局吃到饱560元 比电信三雄110元起跳还低 甚至硬尬业界最低价台湾之星 便宜39元 不过仔细看流量10G内才不降速 专家认为稍嫌可惜 影片越来越高 越高阶 那所需要的流量就会比较高 那对于重度使用者来说 他可能就很不适合用560这个方案 震撼价似乎只做半套 不过搭配资费 加码送电视平板 一场开台记者会上 暗藏新玩意 Q出郭董先前提过的空拍摄影机 高画质边路边放还找来电踏少女 和湘民晚报系出同公司的电踏少女 宣传新亚太旗舰店 让人猜想郭董这回要打湘民战 立抗电信三雄不容易 中华电4G用户超过120万 台湾大远传各超过100万 台湾之心约10万户 前三强鼎立难动摇 虽然基地台的覆盖只有在六个都会 他们也都在运作 那其他没有覆盖的部分 我们是漫游到台阁大 带着背后老大哥鸿海的制造优势 亚太开台还大秀物联网科技 包括电子前抛APP 扫描条码就付款 还有网路电话雏形 就是要做到郭董所说的 大家随运作的时候 应该就是声音和信息是自由的 未来目标仍然以300万用户为主 达成真正97%的覆盖率 4G战火 五熊正式就定位 是全力的竞争 不过也不会要特别的紧张害怕 这个我绝对相信我们中华电信 会继续领先 电信龙头老神在在 就看新兵亚太这只小碾鱼 如何打持久战 东森 财经讯会盘选 陈文杰 台北报导